柯文哲你现在的信用 还能够保证只几个钱 实在是 那个实在是骗术大师 那早就知道他一定会被抓 一定会被逮到 一定会犯罪 一定会被破案 那他们为什么还这样做 为什么还这样做 所以IQ15其实不合理 他们在搞这个东西 他就是一笔烂账 一笔烂账还怪到说 财务部人手不够 财务部人手不够 搞半天是我还要去开胖卡 我还去卖小物 我还要去记账 你搞了半天是 你该去做你原来的竞选总部的事情 你都没做 代表我根本不在乎竞选总部 我根本不在乎这个选举 我只在乎我们卖钱 刚才讲到 这件事我们讲的 他整个选举是一笔烂账 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过 一个政治人物 在选举过程之中 竟然如此胆大妄为 所以我们要了解 他胆大妄为背后的心理准备 跟底气到底是什么 他有一个概念很重要 国民党可以贪 民进党可以贪 为什么我不能贪 这是第一个 我间接听到 还是直接听到有这种概念 就是你可以我也可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很重要的概念 他这句话 他今天讲的一句话 你看到没有 他说 那些人每天讲我们的坏话 都不用证据 然后呢 然后下面一句话更重要 他说 他说国民党 用两亿 后面加个零也不止 然后民进党加个五亿也不止 那他在讲国民党加民进党的时候 他有没有证据 没有 他前面 这个前后 这段话 就前后矛盾 对 然后更大的荒谬在哪里 你知道吗 他说 你要真的讲的话 我可以保证 他们的账 一定比我们更经不起考验 第一个我要问你说 柯文哲 你现在的信用 还能够保证只几个钱 实在是 那个实在是 骗术大师 就像今天许甫 讲着讲着就哭出来了 许甫说 我们没有公信力了 对 许甫还为他们丧失公信力 会流一些鳄鱼的眼泪 你看就这个 对 讲着讲着 我没有公信力了 所以你看他 你看柯P他怎么样 大言哗哗 他一点都不惭愧嘛 对不对 好 我就来问一个问题 我们解读一下 那为什么人家查民众党 不查国民党党呢 这很简单 如果摘下他这个逻辑的话 就好像我们闯红灯嘛 为什么抓前面的 你为什么抓我不抓前面闯红灯 对不对 那你的视线知不知道 这个超红警察 一定会抓你 不会抓前面 当然 他应该知道嘛 如果他IQ157 政治圈混那么久 至少闯红灯就是不对的 对 可是他认为说 今天民进党抓他 司法抓他是不对的嘛 对不对 因为他已经讲了 经不起考验嘛 对 经不起考验 那你既然知道 你他经不起考验 你也经不起考验 表示你承认错了嘛 对不对 你做了一个错误的事情 但是你也知道 现在司法找你麻烦嘛 对不对 那你也会中标嘛 对 因为他的干部 会计师 他的账务员通通交保 还带电子脚疗嘛 对 所以他犯罪已经是事实啊 他知道啊 对不对 所以他经不起考验 他也知道啊 对 对不对 那问题是你这个结果 他IQ157 是在事先 是东窗事发才知道 还是事先在干这个 在A前才知道 他早就知道啊 早就知道这个事情嘛 那早就知道 他一定会被抓 一定会被逮到 一定会犯罪 一定会被破案 那他为什么还这样做 这为什么还这样做 所以IQ157 这不合理嘛 你就追我的百事不得其解 后来我想到以前 我一个老大哥 他人已经离世了 李敖大哥在世 跟我讲过一个预言故事 他说啊 子佳你要知道 很多人的心态你要理解 比如说我们在 我们都住东区 东华栏路上面有个金店 中午的时候 那里面 这个中午时旁边 还有警察巡逻嘛 中华栏路一定有警察巡逻 那个卖黄金的金子店 你知道吗 结果两个小鬼就进去 去抢黄金 两分钟就被逮 对不对 逮了 逮了盘手巡逻 他先给他一巴掌 你这个大白天 你跑来抢黄金 我们都有枪 你是老听不清楚 他说我没有看到你们 没看到警察 我是看到黄金 只看到钱 要看到钱 所以柯平只看到钱 这就是柯平 你知道吗 他IQ157 可是他看不到 会被抓这件事情 他看不到司法 他只看到这些钞票嘛 他眼中就是金光三宣 只有那个大拉萨 一直掉下来嘛 所以他不是 可是他以前不是念佛法的吗 不是念金刚经心经的吗 他不是贪嗔痴 要跳出来的吗 贪 在台大适用 到总统大选 小A小草当韭菜的时候 不适用 那个根据环境 做浮动调整 所以他的调整 他没有想到 当选一个总统 会这么富贵逼人 钱黄河之水添下来 是 问题在这里 所以关键就是他的贪恋 他的贪恋 让他的智慧降低 让他聪明降低 所以他现在搞的事 他就变成了 他就变成了身上臭不可闻 到今天他还要去那边硬撑 所以关键就是一个贪字 贪把他蒙蔽了 所有一切的事情 那这个事情他怎么解决呢 他有没有解决办法 完全没有 但是他很简单 在这个过程当中 暴露他自己的这种不安 然后他也知道 下礼拜他倒大了 咱们讲嘛 现在柯文哲 哥小草 割到了最后一秒钟 你说那个 那个不重要 现在柯文哲 绝对不是看到这个东西 那个是他一个幌子 好像我的钱 真的从小草来的 你说真正的钱 那才是关键 当然嘛 你就是算陈佩琪 现在口中讲那几个案子 他买买的花的钱要花多少钱 随便算一算 手指一掐四五亿 那来到这个底气去 他小草钱加钱没有 差不多就这个 就还有开销 所以绝对不是来自于小草的钱 所以你说小草的钱是个幌子 好像我割小草很难看 至少我这个小草对得上 这个是干净的钱 他要掩饰什么 张钱嘛 真的假的 当然是张钱嘛 张钱最可怕嘛 那张钱就是小平讲的 他从第二届开始的时候 所经营出来的张钱 也就是现在所谓的三大案嘛 那些钱看起来也是现金入袋了嘛 对 不然哪那么嚣张 哪那么大的底气啊 所以我最近跟一个 我的一个好朋友 一个精神科的教授在聊 他谈柯文哲的这个整个精神状态 他跟我讲一个 我问一个问题 大家都谈一个问题 错的答 错的问题 命题错误 说柯文哲什么时候变了 我跟你讲 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变 他没有变过 他没有变过 他环境变了 环境变了 他从一个台大医生的时候 就是一个台大医生 那个时候他练金刚经 叫做我们金刚经 有心经 有六毒嘛 贪嗔痴慢疑邪见 这些都不能有 他那时候像个佛教 虔诚的佛教徒 一点都没有问题 第一届的时候 他打知名度也没有问题 因为蔡秘书在旁边 警戒胜恐惧 第二届的时候他知道 他的本性出来了嘛 这个时候他的贪念出来了 他的称念出来 他的欲望出来 通通出来 大解放 你知道吗 所以人没有变 原来柯文哲就有黑暗的一部分 等下时间到了 他发作了 所以到第二任大发作 大发作就大发财 大发财 你知道吗 柯文哲的本性 他妈妈教育他做个好孩子的时候 是对的 他妈妈看到的柯文哲 通通是对着 但是他不知道 柯文哲跟他太太的几十年隐藏 人影的最后那个贪恋 就是在第二任 所以他又找到黄珊珊进来 这跟黄珊珊有什么关系 他需要 他需要工具人嘛 他需要工具人嘛 他需要有一个机制帮他处理 他需要帮他搞钱的专业人物嘛 搞钱本事大得很 真的假的 当然啦 因为柯文哲心脏多强 他四月份 他跑到台北基点署告我 妨碍名誉 做妨碍 因为我说他贪污嘛 四月份他为什么要告我 为什么 四月份如果贪污成立的话 他四月份就破局了你知道吗 但那个立法院满不下去啊 对 他的八旗要混的时候啊 关键就在这个第一个会期嘛 结果四月份他跑去告我 他想要告我来封口 有没有用 有用 因为我骂他贪污之后 媒体就不跟了嘛 就变成声音就打不出来了嘛 现在一百个人骂他贪污 他无所谓 他跟你用真面目面对 心脏强得很 所以他现在破冠破摔 所以陈培琪知不知道 他今天写的这个东西 会引发重怒 他知不知道说他这样子 他的政治生命就没了 你说他们已经不在乎了 他不是不在乎 他根本从头到尾就没有在乎过 他从头到尾 他那个心理准备 他心理的素质是非常健全的 他知道一定会出事嘛 他在去年的年中的时候他就知道 如果他选输的话他会被欣喜嘛 他跟他接受这个蔡碧如的专访的时候讲过 如果我选输的话 我将来可能很惨 他知道要很惨耶 可是还要批 还敢咯 批一次 义无反顾批一次 不是还敢 义无反顾批一次 反正就破冠破摔 而且我们谈的这些小草事情 会不会坐牢 不会 一天都不会坐牢 所以我跟你讲安得很 他不在乎这个事情 三大案会坐牢 这个事情罚款了事 大家骂了半天 每天在谈作假账 所以今天陈培吉才敢这样讲 你说我买一点而已 我才不是买一点而已 我不是有一点而已的豪宅 我还开了很多房子 我不但开了很多的房子 我连办公室 连小宅我都看 他吃定你了 他吃定了台湾政府 他吃定了台北地检署 我跟你讲 你查不到我的金流嘛 你查不到我的金流 老娘就没有贪污嘛 钱在我口袋 他钱已经藏好了 才敢大声讲这个话 钱没藏好谁敢讲 而且他讲 他讲白了 这种政治现金就终于打 谎盖 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保洁 你要知道 他今天如果坐牢 他的生命 他已经生名囊籍了嘛 他又是一个有钱人 他 然后官司司法要追杀他 他又身怀巨款 你知道他会变什么人物吗 变什么 黑白两道道追杀他 你以为他没事 这么严重吗 这个皮肤无罪 怀壁其中 你的钱是A来的 我黑道部长 你黑钱找谁啊 所以他为什么敢那么嚣张 他知道你弄不了我嘛 可是他是个土包子 他台大医生 你知道吧 他人无远律 必有近优 像我们这种人都看得很远 看十年 二十年以后的事情 你搞事 他只看他白道 他没想到还有黑道 我跟你讲 柯文哲在他坐牢的时候 黑道每天跟他要钱 对 因为他身怀巨款 他有豪宅 他会惨的 雨萱 刚才讲的 柯文哲现在已经义无反顾 他已经外表 死猪不怕滚水跳的吗 他已经没有未来的吗 刚才讲的 他是用赌博的心态 来拼这次总统学劇 然后他发现这个赌桌 他已经做不下去了 赌桌做不下去 他唯一做什么 把桌上的筹码 捐低不息的 全部收到口袋里了 不是 巴黎哥 我跟你讲 柯文哲从一开始 他就没有打算选赢 这个概念其实大家都理解了 他一开始就是要捞钱 但我觉得现在真正 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陈佩琪敢 堂而黄之光天化日之下 直接跟大家承认说 我就是要买房子 我就是要花巨款 我们看都算过了 都会五亿元 那有一个很核心的概念 今天诈骗集团 包括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郭哲明那时候 是不是逃亡到海外 然后他说地下会队 说两三百亿 但最后为什么 他莫名其妙之间 自己把自己给搞回来了 而且他回来的时候 你要看到他穿什么 全身名牌 全身名牌 爬哩爬哩 鞋还是联名款限量款 因为理由很简单 我钱搞定了 他认为他钱搞定了 就是说今天 今天陈佩琪 柯文哲好 我跟各位讲 他们只有在把钱 确定的状况之下 才敢这么嚣张 这才是最重要的 那搞定的方法有很多种 就比如说我今天钱 埋在水池里面 这一种 他觉得这样安全 另外一种比如说 我今天把现金 我把钱 这个转换成什么 转换成比如说虚拟货币 加密货币 那你追踪不到 你的意思说 我再凑没有关系 反正这个钱已经落袋为安了 你拿不回去 只要你拿不回去 我烂命一条 你能拿我怎样 对 他只有在 各位 你不要误会 不是说什么今天东窗事发 或者是怎么样 他们才会做到这种终极手段 就说对啊 老娘就是爱看房子 我就有钱 1.2亿我看不上眼 不是喔 他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 我钱真的藏起来了 那藏起来有很多种吧 徐哥 藏起来有两种 一种就是说我藏起来 但你挖得出来 但我请问一下 如果我藏起来你要不回来 这不就是诈骗集团 最重要的目标吗 为什么今天诈骗集团这么可恶 就我把你钱骗来了 对不对 我东洗西洗 然后挥到海外去 你抓都抓不到我 你抓到我的人 你抓不到我的钱 对嘛 你抓不到我的钱 你就没有犯罪所得 没有犯罪证据 就算你招到我的犯罪所得 犯罪证据 但你凹不回来啊 我今天如果把它全部 变成是金钥了 虚拟货币了 反正我就藏在某个地方 对不对 你找到我 你拿我没皮条 所以他才敢躺个皇子说 对啊 我就是要看豪宅 我就是要花钱啊 不然你拿我怎么办 这是柯文哲现在的命题嘛 所以你从这个观点来看 你会了解他一个概念 柯文哲也好 陈被其他都没有要玩了嘛 没有要玩了 不是 把那个下桌了嘛 你懂吗 下桌了 我们一直说这是赌局嘛 他捞到了嘛 对不对 你是不是说他全部都 扣到自己的口袋了 我现在要离开台桌了啊 离开台桌的人 他就说不对不对 你还要给我继续赌 不行 我要找着你的筹码 你刚刚用老签 拔贞 结果他就没有 捲不见了 你能捞我怎么办 打我啊 笨蛋 我就不啊 他都在打我啊 笨蛋 其实陈被其现在在呛赌是这样子嘛 所以对于柯文哲而言 对陈被其 反正我该捞的都捞了 我该骗的都骗了 你觉得他现在会害怕吗 他根本不害怕 我跟你讲 就算你现在说成千上万的小草 比如说有小草对不对 他就拿了他的单去 阿伯 500块还我 你知道柯文哲会干嘛吗 面不改是 你自己笨啊 他这样的话 我跟你保证他都敢讲得出来 他现在已经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政治人物 他现在是一个成功 经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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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诈骗成功 而且入带为安的投资客 好 这回程 这个已经要帮我们解读了 陈被其的心理状态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其实我觉得他们这样子应该不只是他 就是包括整个民众 其实现在都是亡命之处的心态 反正我的目的已经得到了 那现在情仰我钱也都藏好了 所以最重要的结论是 不然那你要怎么样 不然呢 不然 你是怎样 那你要说你要人好 我的姓君 钱没有 要钱没有 所以他现在的心态 可是你陈被其也不用这样子带 这么嚣张的 人家你光去处理一点而已就已经没完没了了 你还先给人家看说不是只有一点而已 包括办公室 包括小灾 我儿子喜欢什么我都可以买给他 不是啊 那如果我这样子低调一点 难道我就可以这样子 把整个这一辈子一直低调下去吗 不可能啊 那反正好了 不然就知道了 到最后前也是 就是你只要不要包 你听说我不能一辈子都紧衣也行 我这个紧衣总要穿出来的 我伸头一刀 缩头一刀 这个时刻就是我逃过心流过的时刻了 那我现在反正既然是这样 那我就破罐破甩 不然就这样 我辛苦了那么久 不是 就是要等一天嘛 那现在就是 所以我跟你说了不是一斤 两斤 是整条街我都看了 不然是要怎么样 所以我讲完这个东西 我再怎么花钱 你也管不了我了 是啊 又不然你讲法律 有人要负责 不知道谁是要负责 反正不是我陈佩琪 也不会是我儿子 那讲一些其他比较难听一点 你讲说那社会观感 社会观感关我什么事 是你们看我不舒服 又不是我自己看我不舒服 我豪宅住得可舒服了 人可以这么疲吗 不然呢 不然你能拿我怎么样 而且不只是他 你不觉得整个民众党 现在全部都这样吗 大家跟你讲说你跟木可关系 讲到现在谁能告诉我 木可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没有人要告诉你 你不知道他又怎样 没有人管你 谁要管你 就没有人管你要干嘛 反正我们民众党就是这样 人肉严不严不严不 你是怎么办 现在外传 柯文哲好像就说人家觉得 那个黄珊珊是不是应该辞 黄珊珊珊五干嘛要辞 整个党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你整个台湾社会拿他们没办法 不然你能怎么样 没有办法怎么样 但是现在情况是 就是看司法能他们怎么样 第一个高宏安 现在已经一个七年四个月 连论文的这个相关 衍生出所谓的诬告罪 台湾要被派诬告成罪的 拿着灯笼找还不一定找得到 除了司法之外 想一想还真的拿回来办法 我们看到民众党觉得你说在荒腔轴办 你说不对 黄珊珊是狠角色 黄珊珊好可爱 我们党团是24年前你知道吗 我们党团 那时候长大以后变得好坏我觉得 真的假的 是是是 真的是他我觉得民众党不用 鬼也不用拜拜 鬼都怕他们 而且黄珊珊三部是丢出来 还在搞阿伯 916万这个你为什么不处理 不好好处理 人家那个带导找你 我不处理一定是阿伯要坐牢 你为什么不处理 他可能真的希望 两个女人都希望阿伯去坐牢 我猜了 这是第一个 你说陈沛琪叫她怎么样 锦衣夜行 这不可能嘛 陈沛琪是阿姬的 不是阿姨的 吃天荣云公伞 你叫我忍着 他不是陈沛琪 陈沛琪生肖煮螃蟹 横得走嘛 所以这个党很简单 这个党都知道了 没有未来了 他只在乎两件事 阿伯坐牢也不重要 第一件事情是我豪宅入袋了 我的生活嘛 第二个就是 还有每年一五的补助款 这个阿伯后不到了 可能就是双簧在处理 谁接手 对 然后第三干嘛呢 第三就是我三年 两年条款没有了 一定做到满 做好做满嘛 最后北风北 如果捞到的话就好了 双簧 明年还有5% 一男一女 排名第一名黄珊珊 第二名黄国珊 就这样子吧 2028 这个党就是这样子 盖棺论定了 真的啦 那些阿伯没有了 没有 阿伯 这个是在坐牢的没有了 这一次大家对于柯文哲 政治献金为什么充满了愤怒 因为刚刚讲到的 他完全违背他过去 对这个社会的一个承诺 他的人设完全的崩壞 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会发现 他根本是用赌博的心态 用诈骗的心态 来参加这次的总统大选 而且刚刚讲到的 如果我能够赌到总统 那当然最好 我如果赌不到总统 我也要满口的钞票 满口袋的金钱 这才是他选总统 这次最早的目的 而且让大家非常火大的是 你最重要的知识者就是小草 小草大概是这个社会 比较基层的人非常辛苦的工作 结果你连他们都不放过 你不但去割小草 你根本是连根拔起 因为我们注意到的是 你在1月11号 1月13号你要选取 1月11号的时候 你还发了一个 一人两百块抖起来 一人两百块抖起来的以后 我们去查到一个资料 你会觉得非常的心酸 非常的难过 也就是他关账的时间 到什么时刻 关账的时间到 1月12号的晚上11点59分 捞到最后一秒钟 那小草对阿贝 真的是不离不弃 你就在关账的最后一秒钟 钱还是拼命进来 钱拼命进来的以后 我刚刚讲 两百 五百 一千 一千 五百 一千 五百 两千 你这个看出来 这个真的就是一般人 这个是他自己穷尽 所有的就要捐献给阿贝 所以雨萱 看到这个数字 你说你更愤怒了 你看到这个数字 真的 阿贝到了最后一秒钟 还在割小草 而且已经不是割小草了 根本就是连根拔起 法拉哥 他不只是割小草 不只是连根拔起 他这个叫做敲骨吸髓 我要把你吃干麻酱 炸到最后一分 敲骨吸髓 对 你小草割进来 我要把你打成清早丝 就是我一点都不浪费 我全部都要把它喝下肚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当时其实1月11号的时候 我们就有提起来 我们说科文者太过分了 那时候他干嘛 他说 我跟你讲 募款专务各位 这是前五股人 后五来者 我们要募到1月12号 23分 23点59分 59秒 才会关账 换言之法律规定 我可以募到什么时候 我就要募到那最后一秒 而且那时候它设计好好的 那时候有一个APP 你点进去之后 它马上就有一个金额 最低下金是什么 200块 300块 500块 所以宝兰哥 我们等一下会想到 你有没有看到 他就是你只能捐赠这个 500块 300块 500块 你100块的我不要 反正你小草要捐给我 你就是按照这个金额 直接点进来 快捷线汇进来 我全部钱再少 我通通都要 而且是跟什么 小草一笔一笔的 全部收割进来 而且现在大家觉得你可恶 而且非常恶劣的部分在于说 你1月11号 如果我们现在往回推开 你这个时候钱已经很多了 你这个时候钱已经多到 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个时刻已经多到 你现在要东挪西挪 找很多的发票 来填这样的一个差额 刚才讲到是说 本来大家想说 有这个小草真的对你不离不弃 到了最后一秒钟 最后一分钟 他还直接捐赎给阿贝吗 结果我们查了一下 还真的有 因为刚才讲的 你现在是弄到什么时间 弄到了1月12号的 11点59分 刚才讲的 有的人可能就过了 过了以后刚才讲的 200的500的 1000的1000的 500的1000的 真的是真的是小草 真的是有多少 200 500的这样子 无怨无悔的捐给阿贝 我觉得可恶在于说 200 100对你来讲根本是小钱 对很多人来讲 那是他非常重要的心意 你怎么会连这种心意 你都敢把人家给生吞活泼 把人家分两个城市 第一个你要先试想看看 现在陈佩琪在干嘛 他捧着满手的现金 一来一去一来一去 去看豪宅 但这些每一个一块钱 十块钱 一百块钱 事实上都是从小草这边炸来 再来第二件事情 他说我要募到最后一刻 请问一下小草 有没有响应 真的有 仔细看这个金额 1月13号 代表说很多是在关帐前 最后一刻看到这个贴文 看到这个号召 阿贝需要我们 我们需要支持他 赶快捐钱 而且你看什么 200 500 1000 111 1500 这就我先前讲的 什么样的人会去捐200 500块 就是我一天可能只赚1000块 一天只赚2000块 但是没关系 这是我一份心意 因为阿贝需要我们阿贝 说一群人才走得远 所以我就算在怎么经济拮区 在怎么经济穷况 我还是要在最后一分一毫 把这个钱提供给阿贝 但各位你要想到一件事情 当时阿贝的政治现金专户 已经募到多少钱了 我跟会保证超过3亿元 所以他已经超过3亿元 他钱已经很多了 根本花不完 重点是这边我花不完 但是我柯文哲 还是想要把你们榨干 我还是要把你们杀好作一份 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 我知道你们还有钱 你们就算游戏流汗 我不管你在那边做外送 我不管你这边那边 站到脚筋牌虚伤 你钱就是给我来 因为只要你还愿意吐给我 我就要把这份钱 最后一丝一毫 吃干麻酱 当然吃干麻酱 所以各位最可怕在这边 所以你仔细看 而且刚刚讲的 这个是完全损人不利己的做法 完全损人不利己 就是因为你已经过了 关照的时刻 你已经过了1月12号的晚上 23点59分 这个钱直接搅裤 你把人家的心意 完全糟蹋掉 对 保安哥你知道这可怕在哪里吗 因为我们看到了这几十笔 对不对 这是代表说这些人 可能在11点59分 或者超过的时候 搅下去 他可能没有注意到时间 他可能刚心情下班之后回来说 我没关系 我还是要支持阿伯 所以搅回去 但这些人是数以千计 数以万计的小草 他想要给阿伯那个心意 但他最后干嘛 还是把这些人给收割了 这才是他最可怕的 而且你刚刚讲说 阿伯在参加这场选举的时候 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什么 我就是要捞钱 那你会觉得太严格了 刚刚讲到 你连小草都不放过 你连小草最后一秒钟的钱 你都不放过 而且你就看到 在去年的12月8号 刚刚讲 阿伯需要你的科金 到了1月11号 1月13号要投票 1月13号要投票了 你继续的1月11号 一个人200块抖起来 而且你刚刚讲的 你现在很多重要的宣誓 你的诉求只有一个 钱 我要钱 保陵哥我们先讲 选举到最后面 坦白讲1月12号 1月11号 那个时候你还需要花大钱 当然没有了 你基本上 你该付的厂商货款 你都付了 你基本上该花的支出 你都已经花了 你怎么不可能 当天我要办大型肇事活动 我当天才募钱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柯文哲做这件事情 你要理解这个概念 他从头到尾就是要捞你的钱 而且他这些钱 没有要拿来干嘛 就是要把它存起来 放到自己口袋 再第二件事 你看他是有一个进化史的 原本12月8号的时候 还在跟我们搞Paycoin 有没有 柯营Pay Paycoin 那时候很多人搞不清楚 到底Paycoin是什么 因为弄得很复杂 就是用玩游戏的方式 说我需要你课金 想要吸引大家去 那时候我们还是吵架说 真的假的 真的有人会被你骗吗 真的有 667万 一天就募到667万 一天就光靠 光靠这个活动 就募到667万 但更有办法 这个很难的 像我这种老头子 你叫我搞Paycoin的 我还不知道怎么给 对 就很复杂 他这是为了年轻人 所设置 他就说 你不要去玩线上游戏了 我知道你们都要来课金 不用了 你来玩我KP游戏 玩我KP 你要不要很好玩 你给我赶快 你把钱多内给我 结果到了1月11号这时候 他直接在进化 为什么 原本还要绕个弯 用玩游戏的方式 用Paycoin的方式 后来说不用了 我1月11号 我就直接跟你讲说 赶快来募款 因为我们有大型照射 我们有活动 而且我们还支援信用卡 各位 这是多么赤裸裸 就说你用信用卡赶快 就直接转给我 你就直接捐给我 结果保德哥来 当日募款473万 天哪 这才是最大条的 是 刚刚我们看到那个数字 你真的觉得毛骨悚然 因为刚刚讲那不是财团 如果你今天是财团 可能一个人就1000 一个人4000 三五个人就搞定了 4743万 就是100 200 500 1000 这样缺乏内头 一点一点砍一砍 你到底去剋了多少人 保德哥一般人正常思维 是说我选举到最后一刻 我不需要花钱 但柯文哲则是相反 他的想法是什么 最后一刻保德哥 1月11号 1月4号 你知道那是什么时刻吗 选民情绪最高昂 最热血沸腾 最激昂的时刻 义无反顾撈一笔 对嘛 所以趁着他知道说 我知道你们这时候最兴奋的 全部开刀人号召起来 所以你想想看 当他办这些大型造势活动的时候 我们一般人会认为是什么 你是要催选票 但柯文哲办这些大型造势活动 他要催钞票 他知道我这个贴图一贴上 我活动一办下去 你们全部在现场 人手一机 手机马上拿出来 来 200 200 500 1000 赶快抖起来 所以最后才会造就这么可怕 这个4743万的数字 这个是太可恶了 对嘛 而且你看不只是这样子 包括你看 凯套当天 就是我们讲的最重要的重点 来喔 就是办了这场活动 所以叫大家来 凯奈格伦安那道 然后把所有相关的募款账号 直接贴在这边 说你钱贵给我 你看一个晚上 就一个凯套造势 募了多少钱 314万 这也太败了吧 劳到最后一秒钟 对 所以大家 代表各位 你知道为什么说 前一天我们讲1月11号 还有4000多万吗 因为代表大家把最后一份已经给他了 结果柯文哲还不放弃 最后一天 最后一晚 他说你们还要再给我 所以你看为什么金额会少这么多 而且他是捐低不弃 大的小的 什么我都要 你信用卡的我也要 柯文哲的官网我也要 木肯我也要 包括刚刚讲的 陈思辰 所有的 我全部都要 对 保险哥你想想看 1月11号那时候 已经榨干到最后一滴了 结果柯文哲跟那个挤 刚刚还不放弃你知道吗 我还要再挤 他再挤 所以最后面一碗 其实小草都没钱了嘛 都已经花光了 我整个月都已经 大部分的收入都给阿伯了 没办法 阿伯还是需要我 所以才会挤出 那个稍微的314万 你看起来很少 我看起来不是 我看起来那每一笔铜币 每一笔钱里面都带着血跟泪 而且最可怕的是刚刚讲的 再小钱 再小的钱我都要 再不能拿的钱我也敢要 今天居然出来说 上海普都去 今天他突然讲都有身份证 你怎么确定都有身份证 而且最基本的这个钱也不多 这加起来有影响吗 上海的你也敢要 日本的你也敢要 香港的你也敢要 澳门你也敢要 我就问柯文哲 有什么钱你不敢要的 保险哥 通常我们来到境外的钱 特别是中国这种敏感地带 我们会干嘛 香港 中国 澳门这种地方 我们就会觉得说 不要 退回去好了 但柯文哲不是 因为我们后来仔细看 他整个政治献金专户之后 你才发现不是啊 这叫做这个很奇怪 上海普陀区也有人捐给他 然后日本东京大阪 也有人捐给他 香港大坑也有人捐给他 这时候就有一个问题了 因为政治献金法 实在有规范 你不能接受我们来自 我们讲境外的人的这种政治献金 结果你看吴怡轩说 没有啦 他搞不好有政治 这个是我们的身份证 他搞不好只是这种双重国籍 搞不好是我们侨胞 我们有身份证就给他淡 把这个问题来咯 请问一下这里面 撇除掉有一些叫做匿名捐款 那你要怎么确认他的身份 你不知道啊 再来 我们讲的 不是 我们的法律已经非常清楚了 你今天包括了刚刚讲的 大陆地区 香港 澳门地区的居民 你不可以接受这个政治献金的啊 对 而且你看 大部分都没有身份证 而且你也不应该接受 他的政治献金 有没有看到 特别是我们讲的 上海这一笔 根本就没有身份证啊 所以你怎么要确认他身份证 但我跟你讲 柯文哲这个只凸显一些事情 他根本不管你嘛 反正我管你人民币 我管你日币 我管你港币 反正你只要给我的钱 再少我都来者不拒 所以我没有不敢要的钱 对 你想想看 这更可怕的是什么 他不只是跟小嫂大量收割 最可怕是他连吃饭的钱 我们讲吃饭红地区 吃饭的钱都能搞 你看我们是不是之前 一直跟大家介绍 所谓的庆园春餐厅 对不对 柯文哲最可怕的是什么 他有两笔耶 那你说两笔 他一天去吃午餐晚餐就算了 不对啊 二六七零三 数字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啊 代表这是同一笔餐费 他给人家key两次嘛 那更有趣的来了 有一个叫做逢三小吃店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有三笔 是因为有这个三字 要三个三变三三吗 逢三小吃店一样 一万三千八 你去一个小吃店 小吃店你可以吃到 一万三千八百块 不但是一万三千八百块 你还报了三笔 对 我不知道 早餐 午餐 晚餐一起吃吗 而且你看 之前状况层出不穷 我们讲的庆园村也有 这个三三小吃店也有 这个海浦排骨也有 结果光是这种餐费重叠 而且都是同一天申报 同一家店 所以你要怎么解释得清说 没有啦 我们就是很喜欢吃那一件 吃一次生竹虎 当然不是 我跟各位保证 到底有没有去这家餐厅吃 我都打上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好 所以会者 之前各位都有讲 现在都是什么财团拿刀叉吃人肉 你说现在如果看到这个状况 我真的觉得太恶劣了 1月11号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 你当时的捐款都已经三亿多了 你绝对够你的钱 而且你的钱已经多到 你不知道怎么去报销了 结果你还继续割小草 割小草刚刚讲的 一天是割进了四千多万 一天进了三千多万 三百多万 你的小草这种 人家是非常辛苦的 均均均均均均的钱 你都一毛钱你都不放弃 这根本已经不是拿刀叉吃人肉 你说它根本就是生吞活泼了 而且我跟你讲 我觉得让人家最觉得 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件事情是 这些小草 你不要说只是什么大学 刚毕业了社会新鲜人 有些是公读的 有些是大学生甚至高中生 还记不记得 还有国中生跑去这个场子 所以很多人是把他的零用钱 把他打工的钱 把他很多辛辛苦苦赚的钱 真的是给柯文哲 我问你 如果你说是诈骗期盘 通常会被诈骗期盘 有人会说因为我有贪念 这些在现场的人 有人是有贪念的吗 他们只求一个希望 对 你自己会让我让他硬梦 对 为什么他要硬梦呢 因为他认为 我现在在整个 现在的社会结构里面 我小草没有出头天的一天 我小草没有办法 有买房子的一天 在这种不公不义的社会制度下 我小草没有看到未来的一天 你阿伯出现了 你让我觉得我们支持你 你会带走我们走出一条路 而且我刚刚听了吴董的讲话 我才懂了 原来对小草来讲 我是买一个希望 我买一个未来 我买一个社会的公益 我都要去打开了蓝绿的高墙 对 阿伯不是 我卖给你希望 你给我钱 我们是民买民卖的 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情 人家说钱吃得不好 再打官 这些小草是这顿饭不吃 这个学费不缴 这个什么不花 省下来让你去 去冲锋陷阵 让你去踏上总统府之路 因为我们相信你 你一定出来做 你可以改变我们的处境 结果你不要说 他们宰了这么多血汗钱 捞到最后一刻 让我最深切的件事情是 你不把人家的血汗钱当钱 他这样子乱花一个场子 人家整个办活动只要几百万 他一千多万 没有再问的 一个胖卡怎么弄五个月 两百万 那些两百万多少小草 多少人这样子 把他一两个月的钱捐给你 而且我觉得今天更无耻地讲 今天竞选总部 他们居然跟人讲 你买胖卡难道不要装潢吗 你不要这个所谓的装饰吗 结果搞了半天 你不但是给他两百万 去买这个胖卡 跟这个所谓的发财车 上面的装潢 也是净总出的 你的钱都已经可以帮他买新车 而且买好几台新车 结果上面的装潢 也都是净总出的 我跟你讲 他所有钱 我没有办法接受说是柯文哲 或净总出的 他所有钱是小草出的 是小草的血汗钱帮你出的 结果 你讲盘 全部都图立 我就问你 钱现在是你净总出的 你为什么是用柯木可的名字 去买下这个 而且你还花一两百万 去跟木可租 你根本没有把这个小草血汗钱当钱 而且我跟你讲 在柯文哲的眼中 每一个人都是小草 你说董那些人是小草 那我问你 蔡壁如 你把蔡壁如派去台中选举 你有给人家一毛钱吗 没有 你有给人家任何资源吗 连面纸都不给 你连卫生纸都不给蔡壁如 你在柯文哲的眼中 蔡壁如是什么 小草 也是小草啊 那你说董事长在他眼中是什么 也是小草啊 董事长不是 他是傻草 对 他是傻大草 比较大 对啊 他跟你讲什么 他跟你讲说 我们有办法给你任何资源 但你可以在那边觉得 你有得到一种满足感 成就感 成就感 只差没说福悲满意 你会善友善报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 帮我做事 成为我的努力 帮我 伺候我 服务我 那是你的福分 是你的福分 其实他是用这个 高高在上的知识 然后看着他的人 所有下面的人 全部都仰望着他 所以他有那种心态 帮我是你的福分 所以他对于这些所有人 所以他没有任何罪恶感 没有任何罪恶感 因为你知道 美国的那个 马特尔夫的那一个 起诉300多年的那个案子 人家就问他说 你知道有多少人 因为你受骗 然后甚至家破人亡 然后甚至把全部 一辈子的钱 全部都投资你 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对 还是他 结果呢 他说 那怪他们呢 怪他们 他们有贪念 所以同样的 那为什么 他没有任何的愧疚感 为什么 因为为什么你要相信我 为什么 好 师兄 你说现在大家认为 他 柯文哲从开始弄这场选举 他就是一场骗局 他就是要来捞钱的 这个不是我们来冤枉他 因为你从他最根本的组织 就可以看出来 刚刚讲的 柯文哲不是出书毛路 没错 2014年就选了 2018年也选了 他在台北市政府 也干了那么久的一个市场 你本来就有财政纪律 而且你每次都有财政监督委会 结果到了这次2024年的时候 你反而没有 而有一个关键的人物 这两天我们谈到这个叫梁秀菊 梁秀菊是以前台北市的主席处长 说他什么 一丝不苟 非常的这个所谓的公正业民 结果本来他是管民众党的账 他是管柯文哲的账的 在这个梁秀菊在管账的时候 账都没有任何问题 可是妙是妙在哪里 当柯文哲在准备 这一次的总统大选的时候 他的起手是什么 我的起手是 把梁秀菊换掉 把梁秀菊换掉之后 让李文忠的兄妹进来了 对 实际我们这一次 仔细来看的话 我就觉得说 他这次出来选举来说 真的搞不好 要全力把这个钱给拼起来 我怎么这样讲呢 实际我们就讲 过去你柯文哲有没有财政几率 有啊 你2014 2018都选过 你民众党刚成立的时候 也没什么问题啊 因为当时的确 他们挖了一个叫梁秀菊的人 他当时担任所谓 台北市的主席处的处长 担任党部的这个财务长 就保险你知道 因为他这个一个是刹车皮啊 他这一次呢 他是一直在杀 柯文哲的这个花钱 你花钱花得不对 或是我认为不对了 不能够花 他都一直在刹车 刹车刹到什么 柯文哲觉得 我不好意思 所以我把他拿掉 所以这次没有刹车皮 这次是怎样 把李文忠李文娟 还有这个端木忠 他们坐进来之后 是变成加速器 我就一直跟 他不会跟你说 这个不要 反正没关系 他们也不敢跟柯文哲说不要 所以没有SOP了 没有财政纪律了 没有财政监督委员会了 什么都没有了 好那为什么 为什么要把梁秀吉 把他排除在外 宝洁你仔细看 他们就说2020年 在和平区的这个 区长的补选的过程里面来说 他们有人从台中高铁站 直接搭计程车上山 就很贵 很贵他说 那你为什么 不用租车的这个方式 你为什么要搭计程车 你就是租一台车 就被他骂 就人家说 连这个都要在意 他说对 这个都要在意 因为他是从公家机关出来 他会选最便宜的这个方式 宁愿不要多花一些钱 你要合规 能省就省 那后来是什么 后来因为他们有文宣部 还有包组织部 他说组织部剩了钱 我们就把它挪到文宣部去花 这样就好了 结果到梁秀吉那边 梁秀吉说不行 不能够花 结果那柯文哲说 这不是都一样的钱 为什么不能够花 对财务来讲 柯木很重要 柯木不可以随便移动 那柯文哲就说 怎么你债我要花钱花得那么困难 所以如果你看 这一次如果他还在的时候 柯文哲拿他没办法 他绝对不敢这样做 那怎么办 就这一次就把他排除在外 所以你就发现 这一次你就发现 出事都在哪里 出事都是敬总 民众党党部有没有问题 民众党没有 为什么民众党党部没有问题 因为梁秀吉还在那边作证 今天为什么敬总有问题 因为把梁秀吉赶走了 对那里面有李文忠 李文娟他们这样子 还有我们自己来这边弄 弄弄弄弄弄到现在为止 完全出了个大包 所以你的棋手势就是用心不良 对 他一开始就是这样 那棋手势还有什么 以前人家就说 我想要仿造人家 成立这个党营事业 人家就说你不要这样 就他不是成立了木可公司 木可公司就是类似党营事业 人家都跟他说不要 他这一次什么都做了 他一开始的时候是跟 刚才雨萱不是说吗 跟郭台铭他们搞在一起 蓝白盒 为什么要这样搞 搞了我有可能当选总统 当选总统保险你知道怎样 大咖金主什么会捐钱给你 捐钱给你捐了很多的时候 等到第二阶段蓝白盒破局了 破局怎么办 我就割小草 所以他有他的步骤 有他的这个想法 一刀 这个一个一个在执行 才能够最后募到那么多钱 好 灰神 为什么现在大家的愤怒越来越强 除了大家才发现 十年一绝扬周末 你根本就在家骗我 你骗我也就算了 你完全违背我的人生 你违背人生就算了 刚才讲到你1月10号还在募钱 大家小少还不离不弃 最后还是给了你数千万元 刚才讲到 那你这个钱你好好用 大家也就算了 你这个钱大家珍惜也就算了 刚才讲的 现在大家可以生气了 现在今天他老婆出来 老婆出来买房子 大家本来仔细说 你买个1.2亿已经很过分了 你1.2亿的话 你要准备多少投几款 我不演了 什么我买1.2亿 什么我买豪宅 我不是买豪宅 我买豪宅 我也买小宅 我也买办公室 我不但是买一间房子 我整条街都在洗 是 林一街柯妈妈 非常感谢小草 如果没有你们过去 这个几个月来的一个斗内的话 林一街柯妈妈没有办法美梦成真 我觉得这个生气女 我会变成老家女 我最重要的关键点 就是在这一次的选举里面 让她美梦成真 让她大尊出尴 大尊出尴 对 所以她现在其实就不演了 为什么呢 刚刚不是提到说 社会观感 社会观感能助元利吗 社会观感能助顶和约吗 社会观感 可以跟这些有钱人站起来吗 没有啊 我这个人 我没有要有什么社会观感 我只是要告诉大家 我现在要买房子看整条街的 办公室我也看 那个小宅我也看 豪宅15楼的我都看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没有我买不起的房子 只有我看不上眼的屋子 我看房子 想买房子我随时想就去 刚刚我们才讲到的 她是什么 她是夏日傍晚凉凉 晚风吹拂 阴阴没事情 我去看房子 还有一个说 我有一天从台大旧大楼后门 绕到立法院买食物 我就顺道买房子 顺道去看房子 她买房子都什么 她看房子都顺道的 我跟你讲 夏日傍晚凉凉 那个意思是什么 我亲切没一间房子都凉凉的 没房子 你们还要怎么 我们讲说你要贷款 什么贷款 我现在说付就付 因为我钱很多 我再来她告诉你什么 她说那个名嘴说什么豪宅 好像是1.2亿吧 我大概有去看约略这个价位的房子 但是天黑看不清楚不记得名称 为什么不记得 因为2.7我都看过了 那1.2亿是钱吗 算什么 那有什么 如果今天我就看一个1.2亿的豪宅 我一定记得非常清楚 那是在哪里 那是什么房子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走过淋漪街的 不是在最重要的十字路火这个部分的 我还不看 走远了 我还不要 所以充分显现出 那个陶家牛的一个身价 我什么也买豪宅 我买办公室乌宝 我买小宅 有没有 我买办公室有豪宅 我什么都买 是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其实我觉得 我相信她心里面 从澎湖出生的一个 来到台北奋斗的半辈子 我现在在台北站起 而且不是只有在台北站起 是在豪宅圈站起 她其实是有一种那一种 功成名就的那一种意味存在 所以对她来讲 当市长不是功成名就 搞不好当总统 也不是功成名就 我能不能有一个商议的豪宅 我能不能把看房子 跟看买菜一样 那才是功成名就 而且她这辈子做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事 是连她的婆婆都没有办法做到的 我把我们儿子买的房子 我们儿子是富二代 你们儿子不是 因为你们儿子 我叫你们儿子是我们自己买的房子 我跟你讲 这一种东西 其实在这种老人家的心里面 某种程度可能婆媳之间 有一个竞赛 这也就是为什么她今天讲 等一下 人家说 你不是之前讲说 你要给你儿子买房子吗 那你儿子有女朋友吗 没有啦 给她一个压力 意思是什么 我们儿子富二代 以后騎出去 要嫁我老子 要嫁我老子的人有够多 所以她也就是为什么要 诚心感叹 没豪宅 没名车 老公就只赚这些 也只能任分 所以我做人的媳妇 是不是 我很辛苦 我现在有这个材料 我把我们儿子变成富二代 她要嫁我女儿 嫁我媳妇的 我做我们家的媳妇的 我给你的礼責结合过 这一种的心态 其实代表着她的人生 奋斗 开了一朵花 所以其实陈佩奇的优越感 来自这里 她这是个那种优越感 对人生的自我肯定 所以她这篇文章就告诉你 我出文了啦 什么出文了 以前我的围巾干嘛 我是股东赠品 我的外套是超过七年 我的洋装也超过七年 我的手包干嘛 是市场的地毯一百块 我以前是这样的 我现在没有 我现在不是 我现在要跟他讲到 我今天是晚风凉凉 闲来没事我就要去看房子 而且刚刚讲的 这个地方的房子 出来你是没在这喊价的 你表示说我已经设定 要买这个地方的房子 只要这个地方的房子 是说我看上眼了 我是不惜代价 我是有能力都可以买下来的 华杰哥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他是透过这种方式 昭告天下 我曾配其苦尽甘来 我一辈子我现在在 这个淋漪街站起来 我是淋漪街防纵口中的可妈妈 好 蘇菲 大家讲这个对比 就让人家觉得非常的讽刺 也就让人家觉得非常的不堪 刚刚讲的 你小嫂歌到最后一秒钟 结果你也太得 现在脸不红气不出来 完全没有任何的羞愧 我就是买房子 我不是买豪宅 我是买顶级豪宅 我不再买顶级豪宅 我如果的小孩子 你想要有个小宅 我也要小宅也可以给你 我的小孩要开公司 我也有办公司可以给你 你要什么 妈妈都买给你 是 你要什么妈妈都买给你 妈妈没有什么不能给你的 因为所有的东西 小草都给我们传变变了嘛 1月11号小草一人抖200 你知道吗 抖了几万笔你知道吗 抖了40758笔 4万多笔 对 从1月11号到1月13号 就光这个斗内 一人抖200 抖了4万多笔 所以抖妈妈什么不能给抖儿子 什么都可以给 要办公室给办公室 要小宅给小宅 要豪宅给豪宅 1.2亿的也可以 2.3亿的也可以 可是大火大就说 你那个时候已经不缺钱了 你不缺钱干嘛还抖人家小草 而且你本来是这样 大家跟你是买一个希望 刚刚讲就像潘朵拉的盒子 我对这个社会有很多的不买 有很多的瘟疫 有很多的疾病 很多的战乱 可是我总有个希望 我对阿伯来讲 我就是那个潘朵拉盒子 最后的那个希望 就你不但把我那个希望给弄掉 你还把我给吞噬了 我告诉你对柯文哲来讲 他们贩卖的就是一个梦想 就是一个希望 那对财团来讲有说 水卖太少不卖的吗 卖了一万杯之后说 不要买了 不要买了 我抖了 我买了 当然不是 反正我就尽量卖 因为对他来讲 他的这个贩卖全部都是他的商品化 小草尽量买 小草尽量木 全部割光光嘛 因为有人形容说他这里像什么 在堵桌上面 我要玩最后一把 然后我要把这个所谓的桌面 给清干净 所以我要全部的 全部捞到口袋里面 我才弄到最后一秒钟 当然是我要捞干妈净 所有能够有的钱 小草口袋里面的钱 我全部都要捞关净 另外刚刚讲的 我讲是在这个选举一开始 他在这个人事安排上面 就已经看得出来了 他根本没有财政纪律 他也不要财政监督 关键就是 当我把梁秀菊给排出出去 我把李文中胸辈给弄进来 还有我竟然大量的用 所谓的战狼的时候 我已经豁出去了 当然是 柯文哲过去有没有财政纪律 有嘛 我们刚刚讲的2014年的时候 他关上 为什么 因为他说这是财政纪律 我不要太多钱 对不对 那后来2018年也一模一样 但2018年他当选之后 就完全走样了嘛 他跟财团的关系 已经变得不一样了 我跟大家讲 梁秀菊他为什么会能用 因为那时候的柯文哲 认为财政纪律最好 所以梁秀菊从台北市政府退休之后 他把他聘到民众党去 认为他可以帮他管好战 可是梁秀菊因为管太严 让他没有办法东挪西 用党部的钱变柯文哲的钱的时候 我就把你排掉了嘛 我接下来想方设法的 就是要把公家的 变我的室家的室家 梁秀菊你就挡住我的路嘛 另外有一件事情 过去柯文哲2014年查五大案 跟财团开战 说财团刀叉吃人肉 这个郝龙斌 王叉叉 结果咧 他后来在第二任的时候 大家现在耳熟能详的几个案子 全部都在第二任发生嘛 第一个 大巨蛋案 2018年12月25号要就任之前 第二任就任之前 他让李文中去逼退了林周明 让林周明没有办法继续当 这个都法局局长 为了是什么 为了要放水大巨蛋 当年2019年的春节 过春节喔 除夕之后 你知道柯文哲去哪里拜年 去哪里 拜年吗 去孤仲亮家拜年 因为那时候传出孤仲亮对于 买大巨蛋有兴趣 你知道李文中带着柯文哲 去孤仲亮家拜年 而且还一连 连续拜了两天 你看他有多勤勉 再来北市科这件事情 北市科什么时候发生的 2019年柯文哲去拜访吴家 还在那个杨德大道上面换车 把他搭车 换小车 怕被人家抓到 对不对 然后隔一年2021年的10月 T17 T18就建株给星光了 然后金华城也一样 第二任之后 2020年3月17号 收了金华城的陈勤案 隔一年就让金华城准用都庚 送给金华城848的容器 全部都是在柯文哲第二任 而且成立了民众党之后 这个时候的柯文哲 完全都不一样 你要讲的 柯文哲第二任的时候 他真的非常努力地经营 他跟财团的关系 他自己也经营 因为他有公权力 他敢放融机 然后还有一个 我讲一个很有趣 大家比较不熟 叫便当会 便当会 便当会就是每半年 然后这开议以前 议员就跟他聊 那议员当然也很多金主要拜托 然后他人脉是多方的 议员这一线他造就很多人脉 不管蓝绿白 蓝绿都没有白 就不管蓝绿他就帮你 帮得更深 他自己 跳过议员自己交朋友 这第一件事 那这些人要支持议员 支持市长 那个数额是不一样的 当然 概念是这样 好 那一石二鸟 一个就是弄钱 我交朋友 我帮你忙 然后第二个就是 他还分化国民党 他先对国民党本土派动手 我举个例子 两个人叫陈佳的 一个叫做陈永德 一个叫陈崇文 陈永德 那时候讲完选市长 有的是议员嘛 对不对 那时候他那次不选 他就豁开了 又不用搭档 讲完市长 那有一次讲完 他差点中风 你知道吗 为什么 他讲完约陈永德 约那个 他姓一王嘛 姓一王 吴兴建那边 有42个里长 那叫他约 他不约 柯文哲叫他约 怎么样 你知道吗 约了 来了42个 怎么样 在庄金路上面一个地方 喝酒 吃饭 酒量之好 什么酒都喝 红酒 威士忌 啤酒都喝 柯文这酒量很好 深不可测 我跟你讲 陈永德算好了 他 陈永德喝得差不多 就快醉了 他从6点喝到10点 他这样子去拔国民党的妆 拔蒋万的妆 陈从文 台智光怎么出来的 他跟陈从文 陈从文还有四个结拜兄弟 对不对 台智光 陈从文就跟他变很好 非常非常好 讲完 然后丁守中也差点中风 为什么 丁守中是不是几年前在选市长 讲完前四年 然后陈从文是国民党的议员 对吧 士林北投的 然后又是约陈从文 约陈从文 然后丁市长没空 没空 结果黄绿锦如 然后很急 打给丁守中 你赶快去 有个场合 完蛋 施货了 为什么施货 你知道 他帮他 陈从文 一百个装脚全部叫出 一千个人帮他请了一百桌 而且丁守中还不能上台 所以那陈从文就投投报李 你对我这么好 那就台智光案 他就跟他合起来搞了台智光 刚刚苏培也讲了很多 更离谱的我讲一个 北农是不是 中华工程投标不厉害 根基营造 黄昌很厉害 那个淮南市长一百亿被标走了 被那个 被黄昌 那他想标两百亿的那个 那个北农改进案 你知道他怎么让他标倒 正常标 标不到他多合你知道 柯文哲 他怎么创造世界唯一出现的绑标 他先预算 大概要花一百八十亿的本钱 赚二十亿 大概一两成 他先 这个标 什么两百亿 一百五 一百五怎么样 那其他不来了 根基也不来了 谁不来了 全部留标了 沈静静来了 第二年再追加五十亿 还是两百 而且怎么样呢 今天那栋卖蔬果的 他什么 六楼 盖五楼 第二层是五十亿来盖 而且顶楼留下发电 留下冷链 留下摊位 那你一定要追加 好很不知道谁叫他的 然后那个什么 那个鱼市场 然后七楼 七楼盖五楼 最后沈静静就得标了 这个案子也变成被告了 这个案子也在密切地查 然后台志光说很多案 他今天只要咬到了财团 竟然给 坐牢我也给 我是不是前进来 请检查观察 先生 你说看到 今天柯文哲跟他的太太 两个人竟然一同出门 两个人一同出门 竟然两个人一语不发 你说柯文哲自己知道 他踩到铁板了 他自己知道他踩到红线了 你知道柯文哲 真的阿伯出事了 因为他现在已经把自己 活成小草最讨厌的人了 是 法杰哥我要纠正你 柯文哲十年来活出 自己最讨厌的样子 不是小草 是他自己最讨厌的样子 为什么 因为十年前的他 在跟那个连胜文在PK的时候 他说我们这是一个 白手对抗 他的战争 因为我柯文哲跟陈被奇的两个人 是夫妻党 是医生党 我们两个白手起家 我们两个买一个房子6000多万 还要跟我们的老爸爸借1000多万元 还要背两三千万的房贷 结果你连胜文我就问你 你是开了什么公司 你凭你这些本事 有办法住地宝吗 当时十年前他是这样说 他说我们是公义对抗 不公不义 十年后的今天 他竟然活成他自己最讨厌的样子 而且刚刚讲的 他过去为什么去对抗连胜文 那就是一个世代的不公 那是一个阶级的矛盾 他利用这个世代的不公 阶级的矛盾 利用居住的正义 他吸引小草的支持 结果他完全违背他的初衷 是 我们来看看 十年前的柯文哲他说什么 他说我会去批评 王永庆很有钱吗 不会 我会去批评许文龙很有钱吗 不会 我会去批评 郭台铭很有钱吗 不会 为什么 因为人家是凭他的真本事 所以我现在就想请问你 你连胜文是靠你自己吗 这一句一句都打到所有支持者的心 换句话说 现在这么多的小草 过去这十年来 为什么都追随着他 甚至从二十几岁 追随到三十几岁 都还在支持他 就是因为 他讲到了人民的心里面 最重要的 我们当年都被他打动了 是 我还被连家告了 我跟你讲 不只是这样 不只是你还因为他被连家告 你要知道 那个黄义忠当时还跟着他 陪他们去 耶稣在仁爱路三段 耶稣在地宝前面 阿伯曾经耶稣在地宝 他曾经搞这个所谓的草运 他当时曾经抗议这个军数正义 抗议这个势态不公 结果 他现在要让他的儿子 变成林圣文 对 没想到 他宰着所有人的血汗钱 捧着这些钱 要去帮他儿子 变成柯圣文 而且更可恶的是 今天还有人在网路上 洗风向 洗什么风向 他们两个都是医生 他们两个都长期行医 两个医生在台北市 买个亿万豪宅 有什么了不起 我们得讲到 现在柯文已经十年 没有当医生 而且以他们两个的夫妇来讲 你根本不可能买上 上亿的豪宅 当时大家感动是 你们两个是等于说 人中龙凤 你们两个都是 台大医学院的高材生 你们两个在台北市 辛辛苦苦 勤勤奸借 买下自己的房子 那真的是白酒起家 最好的典范 你们每一分钱 我们相信都是干净的 结果你现在 给我搞成这个样子 而且我们嘴角 你现在买这个房子 我先搞清楚了 不是说你要 自备款七千万 你根本就是身上 有一亿元以上 你才可以赶去 开这个房子 我要问的是 这段时间发生了 什么事情 这段时间里面 你居然凭空而降 你手上有 商议员的现金 华杰哥 我跟你讲 昨天陈佩琪 还遗付这么赢 就是我对了 人家要结婚了 就看房子 只差没有讲那一句 怎么了吗 为什么今天不敢讲 昨天还说 以后每天在家里看记者会 为什么今天鼻子摸着 被柯文哲牵着走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祸从口出 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 出大大事了 为什么 因为昨天我们本节目 拿出他最新的财产申报 两夫妻加起来现金 不到3000万只有2500多万 我就问你 现金只有2500多万 你怎么有本事 敢踏进去 去看1.2亿的豪宅 现在不是说 我们讲说最多 你要自备款六成 你要拿出7600万现金 我告诉你 现在因为我们的整个财政政策关系 所以所有的房贷已经紧绷 所以现在你要贷款 也贷不出来了 贷不到了 第二件事情 他们三个人 包括他跟柯文哲 还有他在日本 念出的儿子 没有人 就9月之后 没有人有工作 没有人有名片 没有人可以有预期性的薪资 会不断的进来 在这种情况之下 没有银行敢带给你钱 换句话说 他不是准备7600万现金 他是准备1.2亿元 是用全部100%现金 去买豪宅 所以说没有1.2亿他不敢这样做的 绝对不可能买得瞎豪宅 就是因为我们把所有的一个情况 都讲得很清楚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陈佩琪 你到现在还是公务人员身份 公务人员有所谓的财产不明罪 所以现在整件事情出来之后 大家就问你 你的旧房子还 两间旧房子没卖 你的去年的财产申报 才2500万现金 而且你还要退休了 你还要退休了 就请问你 怎么有办法在这个一年之内 发生了什么大事情 你可以现金有着1亿多元 咔嚷咔嚷咔嚷的不断进来 所以只要问你一句 钱从哪里来 你的事情都说不出事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 通常只有看到柯文哲被陈佩琪骂 什么时候你看着陈佩琪 这样子夹点夹完全一句话不说 跟着柯文哲的屁股后面走 我跟你讲 所以你说陈佩琪第一次跟他行不话的 是 宝洁哥我跟你讲 那个老闲女我是十岁有村 我跟你讲 全台湾老闲女都一样 你知道要让老闲女做什么事情最难吗 闭嘴 对 要老闲女闭嘴最难 就没有想到现在这个老闲女 突然之间闭嘴 连话都不敢说 他甚至今天去联姻 出来之后 他昨天还说 那个检举人出来啊 我要跟他什么什么 今天那个检举人在联姻前面说 他不是要找我吗 我就检举人啊 结果你看 既然是陈佩琪 一句话都没有说 一句话都不敢说 就这样走了 所以陈佩琪大反台大反常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现在知道 事情大调了 因为他们两夫妻活成十年前 他们最讨厌的样子 宇洁 你现在在看到柯文哲过去谈话的时候 你会觉得非常的讽刺 因为他现在做的 完全打脸他过去 他现在 他以前说的 就是他现在正在做的 对哦 你看2014我去选台北市长 为什么人家会投给你 你一定要做什么 让人家相信 你是 你是不同的 第一个你看 我们的选举是没有插棋子 没有那个招牌 没有啊 没有棋子 没有不买广告 没有发面子 没有发面子 了不起就是 议员跟我们合作 计划线头这样 选拳一个月就停止牧款 这也太否计了吧 他说我不买面子 结果你花了900万 我选拳一个月 我就停止牧款 这次他在台北市长的时候 可是这一次 他募到最后一秒钟 本来说柯文哲活成了 自己最讨厌要会为什么 他以前跟你讲说 我没有插机子 我也不用买广告 结果我们现在摊开 柯文哲的选举支出 一样一样一样每一样 两百万三百万四百万 保险哥请问他都是什么 都是广告 他的广告费花一大堆 我跟他保证 他是他选举 花最多钱的 这一次三一四千万 都砸在广告上 他说没有啦 余轩我跟你讲 我以前真的不发面子 但现在今年的柯文哲不一样 他不只发面子 他还发什么 菜刮部 菜刮部你发过去 发起来面子加菜刮部 不好意思 花你900万元 但你知道最荒唐什么吗 柯文哲跟你讲说 我跟你讲 我宣签一个月 我就停职募款了 保险哥这次柯文哲 募到什么时候 募到什么时候 募到了1月12号23点59分 我们义无反顾 捞一次 最后倒数一分钟 我还要继续捞 最后一秒钟 最后一秒钟 各位 这次柯文哲 募到最后一秒钟 所以再来你就知道 他这一次选举 根本不是为了要选赢 他只是为了要干嘛 捞钱嘛 真的假的 当然嘛 他以前说 我讲政治任务最坏了 每次选举的时候 就想这要捞钱 我现在终于学会了 我2024我也要来捞一票 你看 他以前说 我很可怜 我选举的时候 我拿房子去抵押 对不对 他说有2000万 对 然后说我妈妈还借我1000万 结果今年的柯文在干嘛 没有啦 我选完局之后 我要去买1.2亿元的豪宅 我赚死了 我干嘛还要给你去抵押 对不对 他现在连贷款都不用了 而且贷款都还完了 对 当时抵押是为了什么 为了要贷款 贷款是为了什么 为了要选举 结果他今年相反了 所以我选完局之后 我满手都是现金 我不用贷款 我直接去看1.2亿元的豪宅 你看多了不起 所以柯文哲有没有进步 有没有成长 有 他活成了自己最讨厌 而且还是2.0的样子 而且这夸张是 他已经是非常骄傲 过去有没有财政机率 其实他有财政机率 过去他的这个 所谓的竞选支出 有没有上网 他全部都上网 一笔一笔的公开给新人看 可是他到这次选中 大选的时候 完全不一样了 以前他非常骄傲的时候 我们又有连政委员会 今天非常骄傲的时候 台北市政府 你翻箱倒櫃随便一点 结果 现在点点话都不敢讲了 而且柯文哲 当时不时是有连政委员会 他还有一个叫做 财务监督委员会 他说什么 哎呀那时候 我们就募到6千万 6千万 每一笔账目 进进出出 非常公开 透明都很清楚 对 那个时候 2018年柯文哲 就是这样干 但是请问一下 现在柯文怎么干 没有 财政纪律委会 财政监督委会 财策掉了 现在柯文哲 只仰赖两个人 你知道谁吗 就李文娟加 李文中加上端木正 这个兄妹党加端木正 就是我的委员会 是我的小金库委员会 他没有财政纪律委员会 所以各位你想想看 整个账务里面 简调已经讲得清清楚楚了 所以他不是没有SOP 他不是没有财务监督委员会 他不是没有 没有一定的程序 他有 只是在这次 全部都删掉了 当然不需要嘛 为什么 保健哥财政监督委员会 这是要给谁看 给小草看 我们跟这些传统政治人物不一样 但今年要的是什么 以前要的是选票 今年要的是钞票 那其实我要钞票 人越少越好嘛 人少可以干嘛 方便作帐嘛 对不对 大家都三间齐口 所以就像师聪讲的 以前我是拚三票 一斤年我拚赢票 对所以各位 我跟你讲 财政纪律委员会 就是一个最重要的 如果说柯文哲 2024年还有这个委员会 我跟你讲 他真的想要选赢 我当我看到说 没有 就只有李文中 李文娟 端木正 三个人就控制住 我就懂了 哦原来你柯文哲 从头到尾不是义务反顾拼一次 你从头到尾就是义务反顾 绕一次绕两次 绕三次 绕到你们小草 全部榨干为止 而且更夸张的是 你过去曾经讲过说 我们不信的 在今天的台湾 你的爸爸决定 你会不会成功 就是你有没有钱 你有没有豪彩 决定在你的爸爸是谁 搞了半天 现在很多人都会想 我想当柯文哲的儿子了 对所以柯文哲现在变成什么 他变成了连战 为什么 他说哎呀我跟你讲 你会不会成功 巨缺因老爸你知道吗 台湾真的很悲哀 所以我要当一个好老爸 让我儿子变柯胜文 现在前国不是就是这样子吗 为什么 因为他儿子 已经给他的一栋房子 他说哎呀用买卖 好吧我们姑且相信是买卖 结果没有想到说 我儿子要结婚了 所以要再买一栋 结果买一栋买了什么 75平 停车场1100万 1.2亿的豪彩 说我想要把这个东西 送给我儿子 所以他都不想说 不是啊 你那时候不是跟我们讲说 年轻人很辛苦吗 大家都自己打拼啊 你是为了我们努力啊 所以我们才会500块500块500块 捐给你客户者啊 每天省字节用便当 不敢吃只吃三分之一 就是要捐给你客户者 结果这些捐给你的钱 后来发现 你今天还是要拿干嘛 拿去买豪宅 给你儿子住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豪宅 是1.2亿 所以他在义无反顾撈一次 对而且撈了之后 各位很可恶的是什么 他还要把自己的儿子 还要把自己的状况 所以你现在搞懂了吧 原来当初 他对于连胜文 对于连战 那份仇恨 亲人的仇恨是什么 相对剥夺感 柯文哲是什么 嫉妒 哎呀我也好想要变成那样子 现在柯文哲 恭喜你成功了 你终于成为连战 你儿子终于成为连胜文的样子 而且他曾经讲 不对的事情不要做 要坚持非常困难 求我现在 你从选举到现在 你所有东西都有问题啊 这句话我就觉得没什么大不了 这是柯文哲认罪自白嘛 他的意思说 我跟你讲啊 坚持做这事很难 所以我现在终于放弃了嘛 我现在看到那么多 满手白花花的招票 我当然是想要跟大家一样 跟妇人一样 否则当时说刀叉吃人肉的柯文哲 为什么现在所有的好朋友 所有亲戚人 通通都是财团ABC 哎不要忘了哦 带他老婆去看房子的人是谁 也是金主耶 真假的 也是财团 当然啊 他也是好的人啊 不是坚持去的 对嘛 是有人在带路的 以前呢 靠着小草一层一层 把财阶给堆跌上来 现在踩上财阶的柯文哲 跟所谓的 真凶道地勾肩搭配的 通通都是财团 所以柯文哲人肉你吃的爽吗 好 刚才讲的 这次大草一层最荒废用的是 以前刚才讲 你是这个所谓的用阶级斗争 又阶级仇恨 又世代的对立 来成就你的事业 你横空出事 在台湾有谁说 你没有任何的政治经历 你竟然可以当台北市长 你不当台北市长 你还当了两任的台北市长 这个市长讲的 是个老天给你 极大的一个福分 你居然一点都没有珍惜 现在要再回过头来看 你当时去说服别人的 你去讲别人的 全部都是一个谎言 所以柯文哲今非昔比 人设崩坏 就是因为这次状况啦 我就用他过去讲过的话 过去的柯文哲 来打脸现在的柯文哲 为什么我这样讲 整理一个表格给大家看 2014年 他跟连胜文选举的时候 他呛连胜文说 我才不相信你赚来的钱 有办法住地保 他还骂连胜文哦 他说连胜文你搬出地保 太慢了 你就是绞琴 结果你知道现在他看一点恶意的豪宅 跨土跨豪宅啦 给个小草省吃捡用 省吃省吃 省下来的这些节俭的钱 去帮他儿子以后要住的豪宅干嘛 铺草皮啦 对不对 再来讲美和事案好了 当时他呛郝龙斌说什么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给我去 结果咧 坏消息 上传的速度决定团队的好坏嘛 对不对 贪污来自纵容 长官不可能不知情 钱就像魔戒挂上去 就舍不得拿下来 结果他现在怎么样 政治现金的争议 问他 不知道 四月到七月被监察院推荐 他说他全部不知道 我就问柯文哲 你用过去讲郝龙斌的 你又不要七四一四 对不对 一样的标准嘛 所以你再看刀叉吃人肉 这个你看现在柯文哲跟财团的距离 他以前说人家是刀叉 现在柯文哲自己变成那副刀叉 他去看房子 竟然是金主陪同 真的假的 我告诉大家 现在那个金主 现在已经会声会影了 其实就已经快要冒出来了 快冒出来了 就在这几天 因为我刚刚上其他的节目 已经有人证实是哪一个财团 我跟大家说 是财团 是财团 不是一般的支持者 好 所以你今天去看房子 是谁帮你付的钱 对嘛 就是说大家为什么 看房子是我要买房子 我为什么需要一个财团陪我去看房子呢 这个应该他们要跟大家交代嘛 对不对 好 再来 这个好心甘案 他又说 最后负责的人呢 是要对 不要相信人 要相信制度嘛 对不对 结果他现在 让李氏兄妹二搞 然后再来美和事长他就说 你们这些小官啊 太贱了 没有人徒利 没有人 没有人行贿 你们就自动徒利厂商 结果呢 现在问到金华城 然后他就说 对啦对啦 我就是徒利啦 我哪里不合法 我告诉大家 第一个监察院就已经告诉你说 你没有上位法员依据 对 就是不合法 第二个 如果你现在讲说 小官太贱的话 那请问 柯文哲 你当市长 你这个大官 你是不是贱到深处无怨游了 蛤 是不是官敢放两边 立志摆中间 你自己都承认你徒利 那你这些话 你要不要自己吞回去 所以我告诉大家 现在很多小草都想要退党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一直上那个 民众党的网站 一直去按那个钮说 为什么只有入党有按钮 退党不知道要怎么退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又不想要缴党费 所以柯文哲他现在已经变成什么 政治圈的 不是瑕疵品 是淘汰品 放在角落 人家根本就不想看 而且现在有人讲说 这个四八岛是诚实申报 诚实申报 变成诚实申报 小儿募款 是帮他的儿子来募款 居住这一 是变成我居住上亿的房子了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 很多小草就发现说 哇 阿伯十年来 怎么会变了一个人 就是他们这些年轻人 最讨厌的样子 就是现在的柯文哲 不知道 其实你看到柯文哲 过去有没有产生经历 有 有没有公开上网公开通平 有 为什么到了2024年这一次以后 全部都不一样了 以前大家觉得你是义无反顾 拼一次 现在大家看你真的是义无反顾 撈一次 你连小草 你都要撈到最后一秒钟 你曾经讲过 柯文哲这次最大的问题是钱太多的 多到如金融现金不移铺天盖地而来 这一次的选举我估计他就是募到了五到六亿之多了 然后他的选举的行为 选举的活动非常非常少 对 所以造成现金太多 发票太少 所以才会被监察院推荐 对 四月份就推荐了 所以他才会去开 不断地把钱挪到这个木口公司 对 还要再开一家公司 对 至少公司 我的朋友的钱他还直接带回家 直接带回家的朋友 我只涨了一个一千万 不知道还有多少笔 在后面我们不知道 对 但是他现在公布的都是小草的钱 对不对 企业的权完全没有公布 对 通通把拆成99999 99他跟9有关系 他搞了好几个9 对不对 开酒庄 然后最后 这个整个事情就 所以他明明知道 搞不下去了 所以他没有再想搞政治了 他不想搞政治了 然后再来 他不想搞政治 对 哪有 这个是最后一滑了 最后一滑 他从开始知道 他一生中最后的机会 就是有两个重要的一个 骗钱的元素 什么骗钱元素 第一个是蓝白河 蓝白河给他创造一个 很大的一个想象空间 对 就好了 需要有功能性民调嘛 那个民调做出来骗人嘛 这两个蓝白河的梦 加上功能性民调 的数据的支撑 变成事实 这个有梦成真耶 对 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个好的故事啊 就像好莱坞式的演说的表演 最后两个月拼命捞嘛 拼命捞 他两个月他干什么 你看都卖东西嘛 他有没有去买东西 买900亿的这个面 900万面子 900万面子 就是干这个事情嘛 他干这个事情到最后搞太多了嘛 对 太多了怎么办呢 你看一开始他太太被质疑到 1.21的房产收的 那个表情分三段看嘛 第一段记者问他他怎么讲 没有 先否认 这都是台大毕业生 台大教授 骗人骗人是自然啊 比川普还要自然 我看到川普 在台湾都没有他演得好 就这样没有 你老公说有 我老公说有 他在这边有 他因为有啊 第三个他更你一幅加嘛 我买给我儿子结婚用的 你儿子是老几啊 所以他这个就变成说他无所谓啊 他七月份去看房子的时候 他的心里面敢去看房子 他不是笨 两个都台大第一名的你知道吧 他的心理状态是什么 他的心理状态已经很扎实了 他非常strong mind的你知道吧 他干什么你知道 他干什么 非常determined 非常坚定的干嘛 就不干 不干 你知道他28年他能过 没有了 他知道他没有 所以他经过这一次的选举 这一次的操作 他知道他顶天了 因为我跟他说过很多次这个事情 我也帮他策划过他会当选的方案 我也鼓励他蓝白盒 他通通都不听你的 他所有的方法 我再讲坦白的 黄珊珊也没那么伟大 什么 什么什么 黄国昌也没那么伟大 他全部 他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知道吗 什么人 第二个就是单干户 一个人干 单线领导 所以这些人是帮他干活的人 所以全部的钱都在他一个人口袋 当他拿到1.21去看房子的时候 那一天的时候 我跟你讲他已经不怕了 他根本不怕你讲他1.21 他公开了嘛 所以根本不否认嘛 然后还有人陪他去嘛 陪他去的人 那个都不是很重要 反正就是他不想 他不搞政治 这些钞票已经骗到手 所以你说 今天如果我对我的未来还有期待 我这个公孙布衣 要继续把布衣穿到底 我公孙布衣把布衣丢掉 就代表老子不干了 不演啦 不演啦 那问题很简单的事情嘛 你刚问我一个问题 那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认为 当看他的干部一直在流失 不断地在转换过程当中 你就发现有一些 后面这四年 第二任的时候的干部有其大变化嘛 那最大变化的人 不是来把他带坏 而是这些人都是工具人 可是工具的性质改变了 我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嘛 黄珊珊跟陈志凡 这两个那么重要的干部 他们跟太阳化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他们跟台湾派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那是他的工具 所以我说黄珊珊误了他 害了他会去坐牢在哪里 他误以为黄珊珊法律很强 所以黄珊珊就 其实黄珊珊是个草包 法律是个大草包 你知道吧 叫他告我嘛 这也是个草包的事情 最后他一定输了 所以黄珊珊是学问不好 技术不好把他害了 但是柯文哲误以为他有好手 所以后面四年这批人 完全都是为了要搞钱的一批人 所以说他在第二任的时候 开始已经知道他没有未来了 就开始启用一些 帮他完成他的梦想的干部 所以很多人都在分析说 这个黄珊珊错了 陈珊错了 都不是 就是柯文哲已经准备大干一场 所以 因为大家看 阿北跟他过去说的 做的完全不一样 才会让人这么失望 其实刚刚从节目一开始 我听雨萱讲 听严峰讲 听吴董讲 一路下来我就觉得说 怎么这么扯 我本来是 本来是觉得说摇头而已 可是我刚刚看到网路上 传这张照片 我现在心情其实蛮沉重的 就这样照片 你看一下这照片 我现在其实心情真的蛮沉重 是真的啦 不是说节目效果 说之后大会叫我这样讲 不是 因为还有很多这样的人 在等阿北给他们一个交代 他们是真的辛苦在那边跑 Uber 或者是 他们是真的捐钱给柯文哲的 你说这些人 就你现在搞成这样 我觉得他们也没有口出而言 你说有几个那种什么 KOL跑在场的 护理师说我要退党 怎么样 他们每天在那边跑单 然后就挂着柯文哲的这个 就是帮阿伯拉票 你不要去想说什么 司法过关 或者老婆一点而已 就先不要讲 我就先问柯文哲这件事情 我认识他有十几年了 对不对 十年南科一梦到底 真相是什么 你要求的公开透明理性科学务实 你到底哪一个做到 去年其实选举期间 我算是评论员当中被柯粉攻击最多的 因为我说他不会赢 有的人想说这个是什么 你不是个阿伯不错 但我指出了他的问题 你们去信街头民调 你不信公开民调 然后到后来发现说你不理性 不科学不务实 现在我也没有要去采柯文哲 因为他现在看起来问题很大 但我只是看到这样照片 请导播再给我一个卡 你再看看 你去想想 这么多人真的 不管台南 不管桃园 他们真的去努力捐钱 然后帮柯文哲拉票 真的很369万票 很多票 那这些人 他们是真的把希望 放在柯文哲身上 那你现在不要管 你以后怎么样 下个月怎么样 你现在这么多的问题 你不用给这人一个交代吗 对不对 监察院告诉你推荐了 你可以在你家楼下门口讲说我不知道吗 你可以这样回答吗 你当一个候选人 你以前怎么讲的 郝龙斌如果不知道 你以前怎么要求别人 你以前怎么告诉你的支持者 10年耶 保洁克 就2014嘛 现在2024了 10年了 他说我把选举账户关掉 我钱够就好了 我不要像某某这样戴上去 我要光开透明 我要跟柴团切割 我不要这个对不对 拿着刀叉吃人肉 结果你现在跟柴团看起来 没有划清啊 你每个东西 你说要理性 结果你的支持者到处出证 你也不劝他们 到处骂这个人 骂那个人 你说要科学 不信民调 台湾哪一个政治部 像你一样敢说 潮水推了以后 看谁没穿裤子 我要把每个民调裤子抓出来 选后我来看 都在做假 结果没有人是假 只有求真不真 对不对 然后你务实 你说你以为自己能够赢 然后你到现在为止 遇到这些问题 每一个事情都很奇怪 我本来是 我想了一个东西 要跟大家讲 还蛮开心 我现在心情承诺下来 马哥你要知道 没有收工 就已经讲脏话的 那个大军 是没有用的 因为他已经没有特异功能了 留在这边惹人险而已 你没有你的基础核心的价值 柯威只要走的 就是蓝绿之外的第三条路 他要知道说蓝绿都一样啦 搞钱 不公开不透明 所以他每一天 他所有市政府 这八点是不是 所有会议记录都要有 然后他跟那个蔡比鲁 有一个台大议院的 那个分级制度 有没有 最严重的就是这个几项 马上处理 结果你现在已经搞到 连监察员给你推荐整整四个月 你昨天还可以在人家门口讲说 我不知道 然后你说连盛文就是 那个就是 对不对 住地保 爸爸给他买的 他就是钱 他就是权 我就是签典 我就是平民 结果你现在 我去看1.2亿的房子 结果我补一句 他说没有啦 爸妈希望给孩子结婚的时候有房子 你儿子没有房子吗 你上次不是跟他讲说 你那个房子以后 后来你用买卖方式 给你这个3000万的房子吗 你儿子早就有房子了 为什么你要去看1.2亿 不只是看房子 还有钱啊 如果你现在目前没有个 没有个7000万一亿 你会去看1.2亿的房子吗 这些事情都不是10年前柯文哲会做会说的 你已经变成10年前你最讨厌的样子了 这是柯文哲现在最大的问题